Hello 大家好 先让我们的小动画入个镜啊 要不要马上要把它挡住了 哎 我的下午茶时间 好 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份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很有名的Gartella的产品 有几样吧 我们先一样一样开箱 这就是Gartella很有名的一个鬼影台灯 巴洛克风格的 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朋友送我们的礼物 各个这个台灯是什么材质的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一个水晶的 或者起码是个玻璃的 但是这个重量大家看 比较轻 很轻很轻 应该就是塑料的 不是重量 是看你那个手势我就知道这个不会容易碎的 所以你就颠得很碎硬 我们来开箱一下 它这是一个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品牌 专门做这个家居的 它在这个家居设计界就很有名 得了他们这个奖是叫什么金元归世界大奖 它得了五次 火 就类似于德国那个红点设计大奖一样 我帮你 这就是鬼影台灯 但是我看这个纹理它应该属于那种就是打开之后很漂亮的那种 它这就是为了出鬼影的效果 它外面是平的 反正我是觉得猛一看这个灯不像值这个一千多块钱的 这很贵吗 对 这个灯还是挺贵的 但是作为一个塑料产品来说 它可能就是贵的 我觉得这个牌子看着好眼熟 然后它还写着什么米兰的 对米兰设计制造 哇 你看它的这个灯就是这种灯泡是这种装饰灯 看到了 好好看啊 我们来看看 哇这个灯我好喜欢啊 这个可以放到床头 这个是啥 这个就是它自己架在外边的 这个可以给它 对这就是一个装饰 这个方块它做的也是装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是因为这个反射的效果 你能看到是两个灯泡 对我以为是两个灯泡 这是有两个灯泡的效果 我刚才低头看了 其实是一个灯泡 实际上是一个灯泡 对 来三二一开灯 看不出来 白天看不出来 对但是你能明显的看到它反射出来的 你看到吗 很漂亮五颜六色的 这个我们等晚上来试 是同一个牌子吗哥哥 对 也是这个带了 哇这个好大 这给我们寄过来的一个包裹的 这有那种包裹的一个箱子比这大四五倍呢 超级的 我们来看看这边 这我怎么感觉那么像 水果拼盘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果盘 但是它也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觉得这种一个塑料的东西 一千多它是直的 大哥设计这种东西 你买的是你还设计 但是它既不是玻璃也不是水晶 它就是塑料的 好处就是灯块不会把它打碎 你来看看 通透还是很通透的 这个塑料 对 这塑料也是 起码也是一千多块钱的塑料 这是装啥的到底是 这就是装一些水果啊 什么的 真的吗 对 这就是一个装水果的 大家觉得这个一千多块钱值不值 是装糕点的吧 这个反正装什么都可以吧 对比一下 一看就是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设计风格 对 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晚上这个灯的效果 明显就觉得这个灯一千多的话 这个效果就比较值了 它就不是那种 看上去是那种塑料的质感 真的是有水晶的感觉 而且它没有那么易碎 还挺好的 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水晶的质感 反射做的特别好 而且它这个塑料 我觉得应该不是那种很普通的塑料 它的通透性特别好 能看到这个两个的这个 做出这一个灯泡 但是能反射出两个的效果 看它这个鬼影效果 是不是很炫 可以放到餐桌上 或者是床头灯 这个效果都挺好的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大家